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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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可以的話 那我們就開始我們這一堂課好了 就是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松林科技的 那大家叫我David就可以 那上面有我的Gmail還有Github的部分 那我們公司的話主要是開發一些長寿險的保險核心系統 那我們一直用的都是比較先進的一些技術 那目前主要就是用Java 8還有Spring 4為主 那Java 9前幾天已經 9月1那天已經release了嘛 然後Spring 5基本上也已經快要可以用了 所以之後我們很快就會是朝Java 9還有Spring 5的方面去前進 好 那 這是我今天大概會講的大綱 那 這邊稍微講一下 我們這邊呢 今天主要的目標是 會 從Spring Boot這邊開始 一直講過去 然後這邊會有我們 就是我們自己公司有自己建一些framework 然後它主要是去擴充了Spring的framework 然後我們就一路的一直演進 然後 參照Spring Boot然後去建制 然後 最後呢 我們會 到Spring Boot的時候我們會提到Micro Service的部分 那早上 早上大家應該都有聽到那個日本人講的嘛 就是他有講Spring Cloud 然後Spring Boot 還有Spring Micro Service 那這邊也會稍微再講一下 然後到最後我們會講到那個Starter的部分 會跟大家講說我們可以怎樣去寫我們自己的Starter 那這邊的部分呢 我們主要是 擴充了Spring Framework 然後我們會 去類似Spring Boot的 Configuration的方式去 開發我們自己 如果我們自己想要寫一個 framework出來的時候 我們怎樣去 參照Spring Boot去寫出這樣的東西 那我們今天主要的主題會有幾個 一個是從 剛開始Spring一開始推出的時候 是從XL開始嘛 然後後來他提供了Java的Configuration 然後後來到了Spring Boot的時候 比較大家會經常看到很多的annotation 被掛在一個Configuration上面 然後到最後Spring Boot Start的時候 他又推出了 我只要dependency的某一個Java 那我的Configuration就自動啟動了 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的第一個範例是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參有的Configuration 那這個東西相信大家 在座應該都有 都有看過 應該是 先這樣問一下好了 在座還沒有用過Spring Boot的 可以舉個手嗎 你從來都還沒有用過Spring Boot的 好 沒關係 Spring Boot的話 就是早上那個日本人有稍微簡介過 所以 這邊我不會再特別的去講Spring Boot 不過 等一下會稍微帶過一下 好 那這個是一個 Spring剛開始推出的時候 它基本上就是Based on China的Config 那時候大家應該都有寫過類似這樣子的東西 就是 這是一個 JPA標準的寫法 JPA repository的定義 它主要是要去掃我們的DAO 所以這邊會寫一個Based Package 然後你這邊會去掃你的DAO 那這樣的寫法呢 它本身存在著一些缺陷 那它的缺陷是什麼呢 我們看一下 它的缺陷就是說 它 不容易去修改、重構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譬如說我們經常在 開發的過程中 我們會去把一些 Java 我們自己寫的程式 會去做rename 或者是repackage 這一類的動作 那這種東西 可能大家習慣都是用 Eclus在開發 那你修改了檔案的名字 修改了一些package Eclus很聰明 會幫你把Java所有的reference 會一起改 可是它不會去幫你改XNL 所以這是一個基本上的缺陷 你必須要自己很注意說 你是不是同時在XNL裡面 有寫下這些東西 你要自己去改這種東西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是說 像我們這邊寫了一個 少了這個 code下面的所有 子package裡面的所有的DAO 那 如果說我今天是開發底層的人 我寫這樣子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我今天是專案開發的人 他想要來使用你這個的底層 他如果用XNL的configuration 他是需要重複寫這一段的 Base Package的scan 他自己必須重複寫 為什麼? 因為XNL我們沒辦法去extend 所以你變成說 我的專案是需要一直去 重複的寫這種東西 這種是非常繁瑣的 所以後來 所以這個時候 就是專案我們每次都必須要去寫一個 這種相同的設定 所以我們後來就是透過一些改良 那 比較簡單的方式 像這邊 我們 後來這邊 就是 Spring有提供我們一個 用Java configuration的方式 所以 我們就可以把原本的XNL的寫法 改成用Java的寫法 這個就是把一般XNL的寫法 我們把它改成 剛剛我們看到的那個 JPA repository 我們只是把它改成了Java的寫法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那 這邊主要有一個點是說 這樣的寫法有什麼好處 這樣的寫法 我們可以用Java的XNL 達到我們不需要一直重複寫相同的部分 例如 下面這個 只是一個 New entity manager factory 的bin 那在這個地方 這些call 我們不用去管它 我們只需要 注意到說 我們在上面宣告了一個 entity package to scan 這個東西是給我們專案在使用的時候 可以去extend 去override掉 讓它去提供給我們說它要掃的 所以我們在這一行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行 我們去特別去執行的這個方法 然後把它掃進來 但是在上面這邊 我們default又掃了我們原本的 所以專案會怎麼用 我們在下面的專案就可以這樣子使用 我們直接用extend的方式 我們這邊有一個configuration 去extend我們原本寫好的 剛剛寫的那個 datasource configuration 然後這邊它去override這個messer 它只需要去掃 它自己的 package下的entity 它不再需要說 像XNL的設定方式去 重複寫這種東西 那這是Java configuration的部分 這是Spring後來 推出讓你允許直接用Java 的方式去寫這個configuration 那當然這種方式看起來 好像解決了XNL的問題 事實上它也確實是解決了XNL的 要一直重複寫相同設定的一個問題 但是它當然還是有它的一個缺陷 它的缺陷是什麼 如果你有多個module的專案 同時都extend configuration 並啟動的時候 你會產生recursion的問題 什麼叫做多個module 這邊舉個例子 什麼叫做多個module 像這個 我這邊是以Maven的格式來舉例 我這邊其實是同一個 它是同一個專案 但是它下面切分了好幾個module 但是你每一個module 有可能有自己的data source 對不對 你每一個module可能是獨立的 它要去掃自己的entity 去掃自己的repository 你都會去寫自己的data source configuration 好 那 因為Spring的configuration 它是要被new起來的 所以如果我們用 這個extend的寫法 它每一個都要去new Spring在每一個 你如果最後起的是一個web的專案 你這個web專案 下面有你的好幾個module 你可能每個module都有自己的data source 那你最後每個都去new的時候 就會產生一個recursion的問題 Spring認為說 你new了太多個相同的configuration 它最後啟動的時候就會跟你報錯 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好 所以說 要怎麼樣去解決這樣子的問題呢 那Spring有提供另外一個方式 讓我們不要用extend的方式 那這個方式是什麼 就是 用import的方式 那這個寫法 我們看一下 跟剛剛很類似 等一下 那 現在這個 跟剛剛的那個data source configuration 很類似 差在哪邊 差在這一行 我們剛剛是宣告了一個maser 我們回去看一下剛剛的那一個 剛剛我們原本的寫是在這邊宣告一個maser 讓人家去override這個maser 然後讓它提供它的package給我掃 那我們後來 改成這樣子 我們是 改成autowire一個bink進來 好 這個東西是我們自己定義的一個bink的 interface 那我們就是 去autowire這個bink進來 然後下面這邊 我們直接把這個bink 取進來 好 那這個bink裡面是什麼東西 其實就是 你要提供給我的package而已 我們改成用這樣的方式 那 別人要怎麼使用呢 他的使用變成這樣子 他不再去extend了 所以這邊沒有extend的那一個 他沒有extend我們的data source configuration 那他取而代之的是去 把我們剛剛定義的這個bink new起來 然後去把他的package add進來 然後retend這個bink給我 所以我們回到 所以我們這邊autowire 就可以autowire進來那個bink 對不對 好 那剛剛的data source configuration 既然不已extend了 那我們要怎麼使用它 改用in port 所以我們這邊掛了一個in port data source configuration 那當然這個in port 是可以有多個configuration在裡面的 那這邊 就只有先放一個例子 所以 這樣子呢 這樣子的時候呢 Spring在initial起來的時候呢 他去執行這個in port的時候 他就可以幫你判斷說 你是不是in port了相同的class 所以他就不會重複去執行這個data source configuration 他就可以解決那個多個module 同時起來的時候的recation的問題 那 這樣子看起來是還不錯 但是 還是有一些問題 那 這問題是什麼呢 第一個是 我們不再透過override去取代部分的call 對不對 不是說 不再透過override 是我們沒辦法再override了 因為我們沒有extend了 我們剛剛這個extend已經被我們拔掉了 所以我們 沒有辦法再透過override去取代部分的call 但是Spring幫我們解決這個問題 Spring怎麼幫我們解決這個問題呢 它一樣是用name去判斷 就是說 你這個 atbin的這個masername 如果跟我 我贊面in port的這個bin in port的configuration裡面有相同的bin宣告的時候 你這個的會被視為是override 所以它最後只會new起來其中一個bin 這個部分Spring已經幫我們解決掉了 所以這個部分 倒是還好 只是變成說我們必須要知道說 你configuration裡面的那些宣告的bin的name 你才有辦法去override 好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說 這種方式我們要 return一個特定的bin 去讓我們寫好的底層去做一個autowire 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個地方 我們這個地方去new了這個東西 然後return了這個bin 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們要去new這個東西 我難道不能直接return一段 就return這一串stream給你嗎 這是為什麼 因為我們沒辦法在這邊autowire stream 所以我們才會特地寫一個bin出來 這樣子我們Spring在autowire的時候 他才有辦法bytype去找到這個bin 所以這是限制 這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只能這麼做 但是這樣子的設定就是太隱藏了 我使用的人我還要知道說 我要new什麼東西 好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說 當我import的configuration非常多的時候 你沒有一個完整的文件說明的時候 你的使用者其實是難以了解說 我到底可以改哪些設定 這個什麼意思 這個什麼意思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例子 他只有import一個configuration 但實際上我們configuration會越寫越多 你到最後可能import了其他的什麼schedule 還是mail 還是什麼一大堆有沒有沒有的configuration 然後你會在下面宣告一大堆的bin 你最後會很混亂 你不知道這個bin到底是哪一個configuration在用的 我如果移除了其中一個bin 我都扛掉任何一個bin 這個bin到底會影響到上面哪一個configuration 其實你是很難理解的 就是你如果沒有一個完整的文件說明 最後就是人家會很難去知道說 我到底該怎麼改你這個configuration 所以我們後來呢 就看到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 這行EnableJPARepository 這個notation 這個notation是不是 讓我們一看就很明瞭說 它可以修改哪些參數 例如說它提供了BasePackage給我們改 提供了RepositoryBaseClass給我們改 所以後來我們看到這個東西 我們就在想說 我們是否能加我們的這個東西 也改成像下面這種東西 Enable什麼XXX的Repository 所以這個東西看起來就很簡單明瞭 而且我們可以直接配合JavaDocument 直接在上面寫下我們所有的Document 這樣子使用者就會很清楚理解說 我的configuration可以改哪些東西 而不需要像現在這樣子 宣告一大堆奇怪的病 好 那 講到這邊呢 呃 就是會到我們的Spring Boot這邊 還有Micro Service 那早上 早上那個日本人有稍微介紹一下Micro Service 所以我不會把Micro Service講得很細 就是大概講一下我們現在的架構是怎樣 那為什麼需要Spring Boot 剛剛前面講的全部都還在 還沒有到Spring Boot 到前面都還只是單純的Spring Framework 一些基礎的configuration而已 只是我們透過一些 額外的Import 或者是Extend 來去修改一些東西 好 那到這邊的時候我們看一下 呃 這是我們現在的架構 這個是我們的開端 就是我們的User User在操作的介面 那裡面這裡是一個Docker的container 那這邊有一個這個Urica Server 那Urica Server 早上 早上有在聽的應該都知道 它是用來提供我們的 後面的每個Micro Service 去做一個註冊的 就是Discovery Service 所以這邊有一個Urica的Server 然後這裡面每一個的 這每一個都是 每一個RPG都是一個Micro Service 這邊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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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以圖上的例子是有三個Micro Service 那每一個Micro Service 都會向這個Urica Server做一個註冊 它會提供它我的Name是什麼 然後Urica那邊會記錄它的IP還有Host 那這邊在前面我們有一個API Gateway API Gateway是用來提供我們的開端 所有的API 那最後API Gateway會再決定說 它會去向Urica Server去詢問說 目前後面的Micro Service 後面的Service 有哪一台是可以服務的 然後就會達到後面去 那這跟我們導入Spring Boot 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每一個 我們看一下這裡每一個 每一個Service 這裡的每一個Service 它都是一個獨立的AP 就是它是獨立啟動的 之間 它這一個和這一個 這兩個之間其實是沒有什麼偶合關係的 它是一個獨立啟動的 所以如果我們在開發上的話 我們要把它們全部都獨立啟動的時候 我們最簡單的就是起TankHat 然後把那個AP掛進去 那如果我們同時要掌管這麼多個Service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變成我們要自己去啟動好幾台TankHat 每一台TankHat你要自己去改PO 你才有辦法在你一台電腦上去run這麼多嗎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冷藏 而且非常麻煩的一個工作 所以後來我們就看到了Spring Cloud Spring Cloud 它整個都是建立在Spring Boot上 那Spring Boot有什麼好處 Spring Boot裡面有一個Embedded TunkHat 就是它內籤就有一個TankHat 我們不用再去 而且它的設定Pole的方式是非常簡單的 所以它就只是run一個Main方法 它就幫你把TankHat起來了 然後Pole什麼都幫你配好了 所以這樣子讓我們的開發 節省了非常多的工作 所以我們後來就是在 因為我們要推Micro Service 所以我們後來導入了Spring Boot 那為什麼我要推Micro Service 因為一來Micro Service 整個功能之間的偶合性 基本上是沒有的 因為你看這其實是一個獨立的APP 比如說這個就是一個 Account的Service 專門處理帳號的 這個可能是一個Raw的Service 處理角色的 下一個可能是一個Schedule的Service 專門處理Schedule的 它每一個都是一個獨立 它不會run在同一個APP上面 然後呢 另外一個是它在做Law Balance的時候 非常的簡單 這裡每一個Service 它可以有多個Instance 一個Service不一定只起一個AP 一個Service可能起三四個Instance都有可能 只是它做的都是同一件事 可是最後它要去打哪一台Instance 這個東西我們不用關心 因為Ulica Server都幫我們處理掉了 API Gateway只是去問Ulica Server Ulica Server回你說哪一台現在有空 這個部分在Spring Cloud 它已經幫我們處理掉了 所以它在Law Balance非常簡單 另外就是 可以達到24小時服務不間斷 因為我們每一個Service都起了多個Instance 它是可以獨立部署上下線的 這個是我們後來導入Spring Boot 那我們看一個簡單的Spring Boot的例子 早上應該已經看過那個例子 只是我這邊沒有貼出那個Main方法 其實Spring Boot就是這邊掛一個很簡單的Rotation 就叫Spring Boot Application 然後它下面有一個Main方法 你在Run的時候呢 把這個你的Application丟給它 它就會起來了 那這是 這是一個例子 例如這邊 這個Enable ZPA Repository 是原本Spring的 那你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很多其他的 Rotation 例如什麼Enable Formula Enable Root 還有Enable Data Source 然後裡面有 這幾個是我們自己寫的啦 那這樣子的 這樣子看上去呢 跟剛剛我們用Import 然後後面丟什麼 Data Source Configuration 然後在下面去宣告一個bin 這樣子的寫法看起來就簡潔很多 而且我不再需要去 去New一個我不清楚的bin 例如剛剛我們原本 例如這行 Entity Package to Scan 我這個地方 直接丟一串String給你就好了 你就可以幫我去掃我的Entity 不用像剛剛 我又在下面去New那個bin 然後把這行String Add進去 然後Return這個bin 所以這樣子寫法 就已經改善了非常多的部分 看到這邊大家可能會有疑問說 為什麼我們要自己寫這些Configuration 因為你有用Spring Boot 應該知道說 Spring Boot好像已經有提供這個東西啦 我直接把這個 設在它的Application Property就好了 它就會幫我掃了 為什麼我要自己寫 大家可以看到這行ID Strategy 我們會要自己寫 當然是因為我們需要額外的功能 但是Spring它沒有提供 所以我們只好自己克制 所以我們才自己寫這些東西 例如這個 因為我們的需求是說 我可以掃不同的Package 然後這個Entity 它使用的ID Strategy是不一樣的 它可能用Auto 可能某個Package下用Auto 另外一個Package用Sequence 下一個Package用UID 這種動態決定的Spring它沒有提供 那我們只好自己寫 所以我們會自己寫 自然就是說 希望有一些額外擴充的功能 像例如上面的EnableFormula 那你EnableFormula之後 我們就會去幫你註冊很多很多的 Formula相關的病 你也不需要註冊 我知道我們註冊了什麼東西 好 那Enable入我也是同樣的道理 好 那今天我們的重點就是要教大家說 你怎麼去寫這些東西 之後如果大家有興趣就可以自己去回家練習寫 你可能之後你就是掛著這個東西 你的應用程式就多了好幾個功能 好 那 這個是Annotation的Configuration 上面是一個標準的Annotation的寫法 就是Java的 一個AtInterface 然後後面是你Annotation的Name 然後上面有掛一行這個Import 這個Import是Spring的Import 這個Annotation 那它可以放入三種東西 哪三種東西 一種是Configuration 然後另外一個是 10座ImportSelect的Class 那還有另外一個是10座的Import 並DefinitionRegister的Class 你這個Spring的這個Import 它接受這三種類型的Class 那這三種類型分別是幹什麼用的 就是等下要講的 好 那我們先看第一個 ImportSelect ImportSelect 是在做什麼用的 這裡是 這個是Spring的Interface 那它這邊 有跟你講 它上面已經寫得很清楚了 就是說 這個Annotation metadata 是Spring會傳給你的 基本上就是你那一個Annotation所有的資訊 那你必須Return給它一個String的Array 這個StringArray是什麼呢 這個StringArray就是你的 Configuration的ClassName 你Return給它一個ConfigurationClassName 它幫你去載入這個Configuration 所以這個ImportSelect 就是這麼簡單 那這是一個實際的例子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 這邊有一個我們自己寫的一個 StringArray 它去實作了這個ImportSelect 那我們透過了這個Annotation的 Metadata去取出我們剛剛這一個 EnableCoreDatasource的這個Class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個地方 Spring會幫我們收集完使用者 幫我們篩入的那些參數 篩入在這個Annotation上的所有的參數 你就可以在下面去取 例如說這邊我們剛剛有自己定一個 ID strategy 我們就可以去取出這個ID strategy 例如說我剛剛設的是Auto 那我這邊就可以去New一個Datasource的AutoConfiguration 那這邊Return的是一個String 所以你要Return給它的是ClassName 所以你這邊 那如果它不是Auto 我們可能就是Return一個其他的 其他的 其他的OtherDatasource的Configuration的一個Name 那Spring就會幫你去把這個Configuration載入 好 那 還有一個 剛剛有講說你可以實作兩種Class 一個是ImpultSelator 另外一個是這個 ImpultBeanDefinitionRegister 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東西跟剛剛 我們看一下它 它只有一個MESA要實作 就是下面這個 RegisterBeanDefinition 它跟剛剛的很像 只是說它多了一個參數給你 叫做BeanDefinitionRegister 這個東西是幹嘛 這個東西是拿來讓你註冊你的Bean 它跟剛剛的差異就是它多提供了這個東西 給你去 去Return去定義你的BeanDefinition 那等一下我們會有一個實際的例子 好 那這是 剛剛那個我們實作的這個 ImpultBeanDefinition 那它就一個MESA 那上面這個寫法都一樣 這個沒有這麼難的 就是 就是取出我們給人家 掛在上面的那個 annotation 所有的attributes 那下面這邊呢 這邊做了什麼事情 這邊是去註冊一個Bin 那這邊註冊的Bin 我的class是什麼 然後我要 塞一些Property的Value給它 然後最後呢 就是註冊給它 然後你給它一個這個Bin的Name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 它額外提供給你的這個 去註冊你的BeanDefinition 在實作這兩個interface的時候 它有一個限制 就是說我們很習慣在Spring中 想要拿其他的Bin的時候 我們會直接用AutoWire 直接AutoWire其他Spring的Bin 但是因為它這個configuration 它的生命週期的關係 你在這地方做AutoWire 是拿不到任何東西 你會拿到Nure 但如果你真的需要在裡面 去取到其他Spring的Bin的時候 Spring一樣有提供方式給你 這在它的Document上都有寫 那一個是 它總共有四種interface 可以讓你去實作 一個是EnvironmentAware BinFactoryAware BinClassLoaderAware 還有ResourceLoaderAware 我們比較常用到的會是前兩個 EnvironmentAware 是所有的環境變數都會在裡面 所以如果你用SpringBoot SpringBoot就是要 比較常設的就是 我們的Application這個Property 你要取到ApplicationProperty裡面的 所有的值 你都可以從這個Environment去取 所以你可以去實作這個 你就可以拿到所有的 設在Property中的值 那BinFactoryAware 它就是讓你去取Bin的 你如果想要在剛剛的 實作的這兩個 class裡面去 拿Bin的時候 不要透過AutoWire 而是應該去 implements這一個 BinFactoryAware 然後用BinFactory去 Get Bin就可以取到了 那下面這兩個 基本上我們是不太會用到的 因為它是跟 classLoader的機制有關聯 那這邊有一個簡單的例子 就是說 我們除了去 implements原本的 Register之外 我們 還去 implements了 BinFactoryAware 那 BinFactoryAware 它就只有一個 master要你實作 就是 setBinFactory 所以你就把這個 BinFactory set過來 然後這邊 你就可以去取你自己的 Bin 所以這邊不是用AutoWire 而是用去 implements一個 BinFactoryAware 好 那 這邊 剛剛有講到有三種 Configuration 就imple可以放三種 那 什麼時候我們應該使用哪一種 第一個 最簡單的 就是 直接在上面放Configuration 例如這個 這個rotation imple裡面我們放了一個 DataSource Configuration 這是一個最簡單最簡單的例子 那是你不需要使用者客製化任何參數的時候 也就是說你這個 enabled code DataSource裡面 基本上沒有任何的 東西需要人家客製化 那這種 你可以直接丟一個Configuration 這是最簡單的 那 什麼時候會使用到 ImpulseSelect 你會依據你 annotation的 attribute 去決定你要啟動的Configuration 但是 這個有一個 因為它沒有提供 bin definition的register 所以 你 你要 你的bin 只能宣告在 你最後回傳的那一個Configuration 你不可以在 這個裡面去 進行bin的 註冊 那如果你需要在 這個bin裡面 這個select裡面去註冊的話 你應該要使用的是 Impulsebin definition的register 這個是比較適用在 bin很多 而且複雜的條件使用 那等一下 我們有個Sample 那 那 呃 如果 你 你可以到我的那個 Github區域下載這個Sample 那 你可以直接掃這個QR Code 或者是說 你沒辦法掃的 你可以直接去 直接去 這個 github.com 然後 查一下這個 debit.xl 那 我有一個replaster 也是 jcconference2017的 裡面有 我今天的所有的Sample 這個是 annotation configuration的Sample 好 那我們來簡單的看一下Sample 今天這個Sample的例子啊 是 這樣子的一個需求 等一下 好 那 這個 這個 這個Sample 是一個RandomPode的Sample 就是 剛才講說 Spring Boot在啟動的時候呢 它會 有一個Embedied的Tunkhead 那這個Tunkhead 需要一個Pode 這個Pode 你可以透過ApplicationProperty去設 當然 你也可以設0的時候 它自動是Random的 那 這個RandomPode的Sample 是 限縮了這個Pode的範圍 就是我除了是Random之外 它還有一個範圍 就是 固定的小小的範圍之內 我要去 我的Pode只能在這個小小的範圍之內 就是我限縮的範圍 好 所以 你 如果有checkout那個Colong GitHub的專案的話 你可以 看到我們的例子 好 這裡面兩個例子我都有放 一個是Colator的 一個是 Register的 那我們先看一下Colator的部分 這可能小了一點 等我一下 這個Colator 它剛剛使作的這個ImpulseColator 例子很像 它最後就是回傳一個Configuration 剛剛有說我們要回傳一個Configuration的 ClassName Spring會把你 new起來這個Configuration 但是 這邊有一個問題 因為 我們這個地方 剛剛有說我們的Pode 需要在一個範圍之內 但是我沒辦法把這個 MinimaPode跟MasmaPode的範圍 傳給這個Configuration 為什麼 因為Spring它只要你回傳 ClassName 所以我沒辦法把這個Pode的參數 帶給它 所以 變成說我們的 折衷的做法 就是說 把它宣告一個Static的變數 塞到這裡面 然後最後這個Configuration 再去取 再從這一支去取 但是這樣就變成說我們在記憶體裡面 放了一個 Garbage 就是沒有用的東西 把它丟到上面 因為這個 啟動完之後 就再也不會用到 所以就變成一個Garbage 所以變成說 這種情況下 你的Configuration 需要使用到 你annotations的參數的時候 你應該要實做的是另外一個 就是 Register這一個 所以 變成說我們應該要實做的是這個 ImportBeanDefinition 為什麼應該實做這個呢 因為它提供了給我們這個 BeanDefinition的這個 Register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裡面 宣告一個 Generic的BeanDefinition 然後 把我們的BeanClass給它 那這個BeanClass 我的Contractor有放了兩個參數 一個是MinimaPole 一個是MasmaPole 所以我這邊 其實就是去new 那個Contractor 那個 Value 然後把它加進去而已 然後最後是 在這裡面 直接去註冊這個Bean 這樣子的好處就是 我不會 產生那個沒有用的 Garbage 所以這邊我 就是直接把這個 塞到這邊 這個是一個Spring的 Spring的 那個 class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去 TContractor 塞參數 然後直接 就可以 綁到這一個 這個class裡面去 所以 什麼情況下 要使用 ImportBeanDefinition 什麼時候應該要使用 ImportBean的 這要看你的情況 像這個 RandomPole 比較適合使用的 應該是 ImportBean的 Definition Register 好 好 那我們繼續 回到我們的 投影片 好 那接下來我們又 遇到一個問題了 就是 這張圖 跟剛剛那張圖 差在哪邊 差在我們 多了一個東西 叫 Config Server 右上角那一個 好 這張圖跟剛剛那張圖裡面 我們多了一個 Config Server 為什麼需要Config Server 因為當我們的 Service 越來越多的時候 現在看上面只有三個 到後面我們有二十幾個 三十幾個 可能之後會破百 你如果把 Config 丟到 各個的Service裡面 你最後就會變得 非常非常的痛苦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修改一個 Config 我要去 這三十幾台 Service 去一個一個改 到這 我們 就瘋了 所以 就去 Spring Cloud 找了解決方案 Spring Cloud 解決方案就是 設一個 Config Server 所以這邊 多了一個 Config Server Config Server 用來幹什麼 用來 存放所有 Service 的Config 就是 Application Property 的這個檔案 我們在用Spring Boot 的時候 Application 的Property 都是放在你自己的 那一個 專案下 你的 Class配置下 在我們 導入 Micro Service 的時候 Spring Cloud 裡面的 Config Server 就是用來提供你 放所有 Spring Boot 的Service 的Config 所以我們把 全部都集中到 Config Server 所以每個Service 在啟動的時候 它就會去向 Config Server 要檔案 好 那 這裡就有一個問題 啦 Config Server 回傳給你的 是什麼東西 它在那邊 存的是 存的是 Application.property 這個檔案 所以 它回傳給你的 自然就是 這個檔案的內容 那如果我們還是 像剛剛的 我們如果還是 像剛剛的 設定方式 就是 在 annotation上面 放我們的 如果我們還是 像剛剛的這個設定方式 在這個 annotation上 寫死這些東西的話 那這樣就沒有意義啦 那 那這樣跟我 跟我 那我抽到 Config Server 沒有用啊 因為你還是寫死在你自己的 annotation上 所以變成說 我們這個東西 需要抽到我們的 application.property裡面 那我們 要怎麼樣抽到我們的 application.property 這時候 就出現了一個東西 叫做 Spring Boot Starter Spring Boot Starter 是什麼東西 Spring Boot的時候 有導入很多annotation 可以讓你使用 就是在你application上面直接掛 就可以啟用嘛 但是 你會 早上有看那個 早上有看那個 日本人demo的那個例子 它在 pong檔裡面 有很多什麼什麼 starter 什麼優律卡 什麼starter 什麼的 就是Spring Boot Starter 的專案下 它推出的一個功能 就是 你只要 放入了這個jardan 的dependency 我自動幫你 enable一堆功能 我不再需要自己去 掛一堆annotation 宣告一大堆 有的沒有的 它的概念就是 我既然都已經 放入了這個jardan 那你自然就是 要幫我enable 這些beam 我不需要自己再去掛 一個annotation 所以 後來我們就 導入了一個starter 那starter的部分 我們先看一下 使用starter前的 configuration會長怎樣 這是一個使用starter之前的 部分 這邊有一個dependency 是我們 一個簡單的dependency 然後 我們的configuration會這樣寫 這是一個 Spring Boot的application 然後上面掛了一個 notation叫 enable random pole 然後設立了 最小的pole 最大的pole 這是用start之前 使用start之後會怎樣 我們這邊dependency換掉了 剛剛是這個嘛 soft leader web 現在換成soft leader boot starter web 這是照Spring的命名 其實這裡面 這裡面dependency的這個web 所以變成說那個web 包含在這個starter裡面 那我們的configuration呢 插在哪邊 這一行沒有了 enable random pole 這一行沒有了 enable random pole 那一行被拿掉了 它改在哪邊 改在這個 application.property 它有一個server.pole.renden 什麼enable 還有minimum 什麼 這個application.property 是在哪裡呢 在config server 這個application.property 是在config server 所以是會去向config server 拿這個檔案 改成start 就解決我們 套用config server的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 這個東西也不需要再寫在自己的application了 而是都丟到config server去 好那 現在我們就是 看一下start要怎麼寫 好 那我們怎麼寫一個start呢 第一個 你的pon.xl 要dependency 這個sprint boot autoconfiguration 然後在你的class paste 這個metainf的這個資料夾下 要放一個檔案叫 sprint.factors 然後裡面呢 前面這個宣告 前面的key是sprint的這個enableautoconfiguration的這個class 然後後面呢 告訴sprint你的 你的autoconfiguration是哪一支 例如這邊寫一個webautoconfiguration 那sprint boot在啟動的時候 他就會去掃這個jard檔裡面 所有這個metainf下面的sprint.factors這個檔案 然後去載入你的這個autoconfiguration 好 那下一個就是我們要定義property的參數 什麼叫property的參數 就是 給人家在application.property裡面使用的參數 好 所以這邊我們寫了一個class 很簡單的一個class 只差來說 我們掛了一個sprint的notation 叫做configuration properties 那這邊有一個preface 就是說 你那個application.property裡面的那個key的preface 例如這邊是server.po.random 然後 允許了三個參數 enable minima 還有massma 三個參數 所以人家在使用上他就可以用這個 server.po.random enable 或者是.minima .massma 去設定 好 好 那最後就是要寫你的autoconfiguration 好 我們剛剛有在那個sprint.factories那個檔案裡面寫了一個webautoconfiguration 就是這個 那這邊呢 你上面要掛一個enableconfigurationproperties 把你剛剛寫的那個serverproperties放進來 然後你這邊就可以autowire進來 sprint啟動的時候會幫你把application.properties裡面的所有的value都塞到這個serverproperties 所以你就可以去取到這個properties裡面的所有東西去做你的事情 那 starter的時候因為是自動啟動的 所以 你必須 最好是要加上一個東西叫做conditional 按 XXX 它有很多個啦 這只是一個例子 還有 像這個conditional and property的意思就是說 當我的這個值 server.po.random.eable 的值是true的時候 我才去new這個bin 這就是starter的一個條件判斷 這個算 比較重要的 要不然它always都會啟動 所以這邊要 它還有很多 例如 conditional and missionbin 這個就是說 那個bin沒有被new起來的 那個bin不存在的時候 你才去啟動這個bin 這個有很多個啦 大家可以回去自己試一下 好 好 那最後人家要怎麼使用呢 人家就很簡單的 在你的pom.xl 放入這個starter就好了 好 就直接在pom.xl 去dependency你這個starter 那 它就可以使用了 好 好 那一樣 這個也是有sample的 一樣是在那個 我們那個 在我那個github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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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github上 那它的sample是 有starter開頭的這個 bootstarterweb 和那個random poststarter sample 好 那一樣我們稍微看一下 整個 整個例子 好 我這是一個maven的一個結構 你可以去 maven結構的話 就是下面 man下面會有一個java 或者resource 那 在resource上 有一個metainf 然後裡面有一個sprint.factory 這就是剛剛那個投影片上 投影的那個 sprint.factory 然後你要在裡面去設你那個 configuration的那個位置 所以你會在你這邊會找到 一個configuration 所以你這個configuration呢 剛剛有說要掛一個那個 enable configuration property 就是你要載入的那個property 然後下面會有一個bin 這個bin看你自己的需求 像這邊的bin是直接new那個 embedded server container 然後我丟入兩個參數 一個是 因為我們這邊現在是改從properties 裡面去拿那個 minima跟masma的值 所以就直接從property去gater就好了 然後 上面有一個conditional property 然後就直接去 這個地方就是去判斷說 當我的mhm property 有設了這個等於true的時候 然後它才會去new起來這個bin 那這個例子在github上都有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好 好我們最後就是 總結的部分 呃 sprint其實原本提供的configuration 絕大部分是符合我們的需求 但是 像我們剛剛舉的一些例子 我們需要克制一些額外的功能 例如說 random pole 然後但是有一個範圍限制 或者是要排出某幾個特定的pole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自己克制開發 那sprint剛好它 都有提供說 它怎麼開發這些configuration 我們可以參照它的模式 自己去開發 然後之後 人家可能就是直接使用你的start 或者使用你的annotation 馬上就可以啟用這些功能 好 那 好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呢 就是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的話 可以寄信到我的mail 那我都會回覆 然後或者是你直接去我的那個github上 留言也可以 然後下面有我們的今天的sample 好 那今天就講到這邊啦 謝謝大家